这个美国的商业和消费频道啊,在报道这个 总统令的时候呢,或者行政令的时候呢 他专门点出了啊 几点啊,集中的一点就是说 他说这个国家紧急状态啊 和行政令 是在中美之间 打贸易战的当头发布的 他实际上 他把这个 华为的这个 针对华为 电信公司的这个行政令 和目前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紧密的 联系起来来讨论啊 那么这也是我的思路啊,这是我的思路 华为的这个 华为的问题呢 我在我原来的大事小评里,我曾经谈过他有三大谜团啊 那哪三大谜团呢,谜团呢,就是说 中国政府啊 和一些中国的权威人士呢 基本是把华为 当成中国的骄傲 就是中国的骄傲 我看这个最近的有一个黄其帆的一个讲话啊,最近因为打贸易战嘛,黄其帆有几个讲话啊,得到了媒体的关注 因为这个 讲话呢 比较开明啊,比较自由化啊 甚至有人说是发出了跟习近平不同的,不同的声音 那么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讲话呢,就说 就说这个在当代这个 世界上啊,你的竞争力的强弱啊 不取决于你啊,有多少信息也不取决于你有什么东西,他说 核心的因素取决于你,掌握行业规则 行业标准啊,他用的是行业标准 他说 华为在这个行业里掌握的行业标准比苹果还要 多两倍 苹果公司够留的吧,万亿四值的,万亿美元啊,四值的公司 而华为掌握的这个 行业标准比苹果还多两倍 那中国人不骄傲吗 那华为还不上市 他如果上市的话值多少钱啊 所以说呢 华为就等于中国的骄傲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等着华为的复兴呢 这个东西可以等同,可以基本上是这样啊 现在中国拿得出去的 习近平说中国的创新能力不够 那么华为就是中国创新能力的标板 这可以说 所以说华为有多重要啊 这个 中国骄傲就可以到什么程度 第二呢这个 加拿大印美国 抓了这个孟晚舟之后呢 中国与举国之力 来挽救孟晚舟 他还是个私企 所以很多人不解 这个私企居然有那么大的风量 我们做个节目就说华为的事件呢现在把全世界都给绞放了啊 那么呢中国为了救孟晚舟呢不惜把中加关系压进去 堵住够大吧 今天我们看见就是美国 在封杀华为之后呢 中国最新的消息逮捕了这个 目前 关押的两个加拿大人 一个商人啊一个前外交官 美国这边 对中国的这个绳子的线啊 封 这个砸那个封杀中国政务这个华为的脖子的线啊 贸易战的线拉的越紧 中国政府那么打击这个加拿大的力度就越大 加拿大也够倒霉的啊 昨天那个 啊这个我的嘉宾还说呢他是美国要整 孟晚舟不是加拿大要整孟晚舟 加拿大只是根据与美国的协议 来按照法律引渡孟晚舟啊 加拿大丝毫没有收拾孟晚舟的意思 但是呢中国政府就认为你加拿大在收拾美国啊帮美国收拾 这个孟晚舟和华为因此呢中国 政府在使劲的打这个加拿大 那么呢这个第3个谜团的就是呢 华为与中国政府与中国军方与中国安全部门 以及他的后门 这都是谜团 美国啊这个总统令呢也就是基于主要是基于第3个 这些谜团 他无法破解 他觉得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所以他要 进 包括华为 在内的电信设备 那么鉴于这个 三个谜团呢 美国的鹰派 就一直酝酿着 打击华为 刚才我说了啊从去年是 2012年的时候那时川普还没上台 那么现在的鹰派还没有上台啊 美国那时候已经开始打击华为 但是打击华为的行动 在这几年随着美国鹰派的凸显 他打击华为的动作 越来越大 啊 那么 首先是这个在加拿大抓了这个 孟晚舟 啊 然后呢美国这边又开始起诉 华为啊偷这个T-Mobile的技术 再就是我们看见 美国的这个两大鹰派啊 一个是国务卿蓬佩奥 不断的在全世界游说 打压华为 打击华为 在亚洲跟菲律宾谈啊 在欧洲啊跟 欧洲国家的谈 那么 这里头呢 不得不说彭斯 大家都知道彭斯在哈勒逊那个演讲那是最著名的啊 现在得到的消息呢他这个演讲呢 作者是谁呢 是这个 博明 他的中文名字叫博明应该是国家安全 事务委员会 专门负责亚洲事务的那个博明啊 叫 叫马修 啊 这个名字叫马修 波挺 波挺格啊 是这样一个名字 那么这个人呢大家 去搜一搜都知道啊在中国有 一段神奇的经历 就他曾经在中国当个首席记者 然后呢 为了履行这个记者的这个职业 很敬业啊 去拍一些东西 最后有一次据说被这个中国的安全部门堵在厕所里头 不仅给揍了一顿 还给他 要他 这个把这个摄影的这个 这个胶片铺光 所以说人们在介绍他的时候呢 介绍他这一段 后来这个人呢去了美国的军界啊 从军界出来以后呢 最后被网络到了这个美国的白宫 那么实际上呢 亚洲事务的很多决策 政策的咨询和决策 就来自于这个人 那么呢我们得到的消息呢 就是 彭斯总统在哈德逊研究所的那个演讲 也是他写的啊 是他的他写的彭斯就拿去链而已 那么 符合彭斯的某些理念 因此他 就去了 那么彭斯呢关于华为的讲话呢 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这里大家知道有一个2019年美国主导的第55届目立和安全会议 这个这个会议呢 在这个会议上 彭斯就跟中国的这个杨洁篪干上了 跟杨洁篪干上了 在这个会上彭斯说呢我们呼吁我们所有的安全伙伴保持警惕 拒绝任何将有属于我们通信技术安全和国家安全系统的公司 彭斯的这个讲话 实际上就是这个川普的总统令的内容 当时杨洁篪 率了一个代表团中国对政府代表团参加这个会议啊 他就在会上批这个彭斯啊 是个别国家对这是 对自身技术 稍微显示点自信行不行啊 对其他国家愿意同中方企业发展合作 要表示中壬啊这是当时杨洁篪说的啊 所以说 在美国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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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派里头呢 打击这个华为 鼓吹的最厉害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副总统 彭斯 一个是国务卿蓬佩奥 那么呢 副总统 彭斯的关于华为的 威胁的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最终落实到了川普的这个行政令中 这个是啊这是这个美国的鹰派 那么呢 显然在这个鹰派名单中呢 没有川普的名字 只有彭斯和这个蓬佩奥 那么川普呢 不在这个要对我 华为进行打击的鹰派的名单之中 那么我觉得这个川普呢在 打击华为的过程中呢他的立场 相对温和 相对温和 这个东西我们要我们要解读 但是呢 为什么现在川普 变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头谈到的 我们的今天的这个 今天的节目的标题就 川普啊 突然变脸 打出王牌 为什么是王牌 就是这个 华为 他的这个三个谜团 有关系 人们分析呢 这个 贸易战也好 华为也好 全部都是中国和美国 国力的一个竞争 国家战略的一个竞争 那么在这个 华为和贸易战中 我认为 这个华为 更重要 更重要 好 这个我昨天在做 加拿大的嘉宾关于孟晚舟的案件的这个 开场白我就说我说现在 关于贸易战的消息满天飞要压过了这个 孟晚舟在加拿大的引渡案件的信息 因此呢5月8号这样一个 重要的一个引渡听证会呢 没有引起媒体的足够的关注 那我们要把这个5月8号 这个 听证会的 信息 重新铺桌 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个 请嘉宾谈谈5月8号听证会的情况 那么呢 这个 贸易战呢打到今天这个阶段呢 中美之间妥协到什么程度 大体上还是有点眉目了 但是 华为这个战争 现在 只次 刚刚开始 而且呢 华为有多厉害 也许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政府 一些人知道 欧洲 和全世界 以及很多的中国人就是说 鼓吹爱国主义的中国人和 这个反民族主义这种爱国主义的中国人 他们也不知道华为多厉害 我前面呢试图讲过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数字中国战略 指示了华为和阿里巴巴在里面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只是 华为 重要性的一个方面 那个说实的话华为有多厉害我到现在也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 他很厉害 我只能 现在我只能讲这么多慢慢的 人们关注这个话题之后呢 关于华为的更多的信息 会 带出来 刚才这个黄岐方已经说了 苹果呢 已经是世界上 很牛的公司了 但是他掌握的行业标准呢 跟华为差远了 华为多他两倍啊 另外呢这个华为我们不说他的中国的作用我们说他在全世界的作用 在全世界的作用 他现在 这个任正非现在那么牛 他牛什么他真的是厉害啊 否则他不会那么厉害 但是这是他 太厉害了所以导致美国的恐慌 美国一定要封杀他 虽然在某些方面没有证据 就是后门 他现在一说要要抓证据 他没抓到 但是美国人深深的感觉到他的恐惧 这是非常 这个说不清楚 但是他知道他很厉害 很恐怖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川普呢 显然他的态度不同意蓬佩奥 也不同意彭斯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不准备封杀华为的 那为什么川普是这样啊 我举两个例子 首先第1个啊 他一度准备干涉这个孟晚舟案 然后去 他应该是在这个对路透社 18年12月对路透社的 记者的一次采访中他说 如果达成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有帮助 他愿意 为孟晚舟的这个引渡的案子求情 川普的这番话 他产生的恶果到现在都没有消除 这个加拿大方面的律师啊孟晚舟的律师说 这个孟晚舟案件中的这个 政治虐待 就跟此问题有关系 所以说孟晚舟的律师现在还在 找查说 最好孟晚舟不被引渡就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案件 就是因为川普这句话 那么川普这句话呢 啊 能不能分析过就是说呢 这个 在法律上 川普是有这个权利啊 下令司法部不去 要求引渡这个 孟晚舟 但是呢 相对来说美国的总统都是很忠重司法当局在这里面的 作用 行政司法在里面的作用 他不去吭声 如果要做事的话要是悄悄的做 奥巴马时期 为了解决伊朗的一些一些问题他就悄悄的 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事 那么这样呢 悄悄的做了不至于引起舆论 和外交的反弹 那么 川普说了这个话之后呢加拿大原来的司法部长 就表示啊 川普的表态 可能会影响孟晚舟案 孟晚舟 女士的律师是否选择将美国方面的评论列为辩护内容 将由他们决定 那事实上 3月 3月 3月6号5月8号两次听证会 孟晚舟的律师通通将川普的这些讲话 列为政治因素考虑 这是一个就说 川普 一度不想打华为这张牌 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呢 川普在 应该是今年2月21号 他发了一个推 他说美国需要透过竞争 而不是设法封杀对手来取得行动通信技术的成功领先 这个信息发布之后 可以解读 为什么这个封杀华为等电信设备的这个行政令在美国的高层内部讨论了 一年多 一直出不来 讨论了一年多之后呢 这个2月到2月21号的时候川普还说不能封杀华为 路透社说 路透社到14号的时候那篇 那个东西呢发出的时候那新闻发出的时候 他还在说呢美国这次是否能够通过这个行政令呢 仍然不确定 仍然不确定 所以说川普的这个 突然转身啊 就发生在14号到15号之间 他为什么突然转身 我觉得 就是让 这个贸易战中国的变脸行动把它击成 击录了成了这样 那么 可以说在2000亿美元的加税是川普被击录后的第一个反应 那么这个行政令 是川普因为贸易谈判 遇到挫折被击录 的第2个反应 我是这么解读 就是 川普是 被迫发布这个 禁令 也许有人 在这个问题上跟我有不同的看法 例如说张勋先生 他跟我就不一样 这个 有些人认为 这个 打击华为是美国的 在贸易战之后的第2个战略 那么呢第1个战略呢是拿下贸易战 第2个呢 再来搞华为 是一个 第1阶段第2阶段的问题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没办法啊,因为第1阶段搞的有难度,因此要把两个东西 压上了一起打,左右开工 那么如果你要追求压力的话呢 左右开工也许可以,看热闹挺好玩的 但是你要追求成功的话呢 你吃饭你的一口一口吃 那么我觉得 川普现在 拿出这个行政令封杀华为等电信企业呢 我觉得川普并不是想两个口,两口都吃下去 他主要的还是想吃一口 这即反映了川普 这个心目之中 在他的意识程中,华为和贸易战分量随情输重 他把他的怎么割的,先吃哪个 同时 也反映啊 在贸易战的这种紧张关头 贸易战协议的艰难 达成贸易协议的一个这个艰难 那么呢 我觉得川普的思路应该什么呢 以这个 华为的这张牌来压 北京的接受贸易协定 因为这个行政令他可以取消嘛,对不对啊 他可以取消 那么如果北京接受了这个贸易协定 也许川普先 就把这个 总统令 用个搁置 这是我 我的一个猜想 我的一个猜想 是从这个川普在华为事件出现以后的他的数次 关键时候的表现 和这个总统令拖延到 5月14号还没有定 这样一种背景 来做出这样的一种猜想 那么呢 这个当下的这个贸易战呢,说实在话这是 两边都在喊打 是不是啊 美国这边打完了 这个2000亿加税加了,然后3000亿的这个 加税的这个单子的也出来了 而且川普还威胁 你中国真跟我干的话,我给你脱钩 我不给你中国做生意了 这些手段基本上都用了 都用不上了 中国那边呢 大家都听到了这个官方的语言啊,堂,大门唱开,打,奉陪到底 经历过了5000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民族 什么样的正式没见过 厉害吧 美国这边加了2000岁,2000亿的税,中国那边呢 也 加了600亿美元的税 但是呢,两边在喊打的时候,两边都在退 两边都在退 两边是退什么呢,中国只加了600亿,而且是5到25% 毛毛雨的加税 美国这边呢 加了税之后呢,最新的消息,美国的财政部长要去北京 所以说呢,美国呢 也在退啊 另外呢,还有一个 在日本的 6月底举行的G20会议上 川普和习近平要见面 这是美国宣布的 中国那边还没宣布啊,这里头藏着变数 那么呢,显然就说呢,双方都想要一个协议 双方都要一个协议 刘鹤 到美国已经谈了,刘鹤和中美这个经贸磋商已经谈了11轮了 刘鹤来了4次 你不想要协议,你谈那么次干什么呀,是不是啊 虽然双方都要协议 所以这是双方能够不断的又打又退啊 而不转身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 这个美国加税之后呢,虽然中国那边犹豫过 但是呢,最后还是派刘鹤来了 中国也不想把这个线给掐断 这是很明显的,两个人不断打,打得很厉害 吵得也很厉害,就像夫妻似的 但是分不开 离不了婚 现在问题是这样 最后呢,还要维持这个结婚的一个协议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川普的这个做法呢 他只是想 把习近平和中国那边 拉回来 我有高压强势 逼迫你啊 来跟我签这个协议 以这个压力 促使这个贸易协定的 这个签订 我觉得这是川普的这个目的 那么问题来了 本来这个贸易协定 就很悬 大家都在谈持久战啊 都很悬 你 第一 川普再来一个打华为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动作 你让习近平怎么办 签订那个贸易协定 就已经让习近平有当代李鸿章和麦国之之嫌 如果在华为这个事件被封杀之后,你让习近平去接受美国的贸易协定 你让习近平还活不活 这是问题 我估计刘鹤先生这次到美国来啊 带的那封信,我跟和平先生在猜那封信什么内容 我估计也就是说 川大爷子啊,我们习近平已经被扯成卖国贼了,你得给他的面子 摆平党内利益 然后呢 让习近平赢得空间和时间最后给你签这个协议 啥这样一种东西 如果你 再把华为这个禁令弄上去 你到底是想把协议签成还是签不成 那么我认为啊,中美谈判成功的这种可能性 从目前来看啊 贸易协定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如果预言的还有些微的话 现在可能更加难了 这个刘鹤 到华盛顿来 前后四次川普啊 这个 前几次 都见了他 第四次没给他脸 既不跟他吃饭,也不领他去白宫 那么 吴鲁钦再次去北京,我告诉你跟刘鹤一样 不会有什么好待遇 饭也吃不好,待遇也不好 还有 G20 那个会议上习近平跟川普 搞不搞单独见面 都难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下一盘中美关系的棋 就走向了 更加全面的对峙 好了,这是我 对川普突然打出王牌啊 封杀华为等电信企业 这个新闻的解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 我们导播的制作 下一次大事小评 我们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jinnews.com 推特 atminjinnews 联书 facebook.com